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三讲叫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一开始呢我就跟大家说这是一个热点问题啊 因为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并且这五项原则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基本上被全部纳入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核心体系 所以它是一个热点问题非常重要 那么国际法基本原则有六项 在讲这六项基本原则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的辨析 就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强行法规则的关系 这个我在书上有详细的阐述啊 就是国际法基本原则跟国际强行法规则的关系 我解释一下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国际强行法规则对吧 那么这个强行法规则它对应的是什么 任意法规则强行强行 大家理解啊 就必须强制适用的 你不可以通过选择去排除它 这叫做强行法规则是吧 那么任意法规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事人可以通过选择去排除它的 这就是什么 任意法规则 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 刑法规则那肯定是强行法规则 对吧 你不能说我们俩做个约定 说我把你给杀了 我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约定是无效的 这叫强行法规则 必须强制适用的 任意法规则典型的 比如说合同 合同法的规则 当事人可以做出跟合同法不一样的约定 没问题 这就是任意法规则 所以你要注意啊 这个国际强行法规则 就是必须强制适用于国际法主体的 你不可以通过选择去排除的 这就是强行法规则 那么有同学就说了 老师 这个国际法基本原则 是不是都是强行法规则 那必须的 就我下面讲的这六项国际法基本原则 它一定全部都是国际强行法规则 因为你不可以通过选择去排除它 对吧 但我如果把这句话倒过来呢 我说 国际强行法规则 都是国际法基本原则 那还对吗 倒过来说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国际法基本原则 它必须首先是国际强行法规则 除此之外呢 你还要满足条件 什么条件呢 必须适用于国际法一切领域 构成国际法基础的这个强行法规则 才能叫国际法基本原则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我们后面会讲海洋法 海洋法里面有一个领域叫公海 对吧 公海呢 因为是公共区域嘛 所以公海当中有六大自由原则 什么航行 飞越 铺设海底 电缆管道等等 对吧 那我们把它简称为叫航飞铺建部 那我如果说公海的六大自由原则 是强行法规则 有没有问题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公海要遵守六大自由原则 没问题 但我如果说公海的六大自由原则 是国际法基本原则 还对吗 那就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公海的六大自由原则 它只能适用于海洋法领域 不能适用于国际法的一切领域 对吧 并且呢 它不能构成国际法的基础啊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郑国来说 所有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都是强行法规则 没问题 正确 倒过来说 所有的强行法规则 都是国际法基本原则 那就错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强行法规则 还必须满足 适用于国际法一切领域 构成国际法基础的这个 才叫做国际法基本原则 所以强行法规则范围大 它包含了国际法基本原则 我应该解释清楚了 这个概念呢 请大家务必要掌握的 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 有一道多项选择题的一个选项 就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和国际强行法规则的关系 搞清楚了这个基础问题以后呢 我们下面来讲 六项国际法基本原则 哪六项呢 我先说一下 第一叫国家主权原则 第二叫不干涉内政原则 第三叫不得使用武力 和武力相威胁原则 第四呢 就是民族自决原则 第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第六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 那么每一个基本原则里面的考点 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 首先 第一项原则呢 叫国家主权原则 那么这里的主权 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啊 包括对内最高 对外独立和自保权 那么主权是国家 根本属性 固有性平等性 叫主权不可分割 神圣不可侵犯 这里平等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是平等的 所以平等者之间没有管辖权 我们待会在后面讲到国家主权豁免的时候 还会专门把这个原则拉过去用一下 这是国家主权原则 这原则重要吗 特别重要 但考吗 这很难设计出考点 所以了解即可啊 国家主权原则 好 下面第二项基本原则 那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叫做不干涉内政原则 这个原则就非常具有可考性 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考点 哪两个呢 第一就是内政的范围 第二是干涉内政的主体 请大家跟我看 第一 内政的范围指的是什么 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 叫内政啊 内政的范围指的是 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 但是此处的主权范围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你不能仅理解为 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政治事项 那就错了 它包括什么 一国主权范围内的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等 它都包括啊 所以这个主权呢 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 叫内政 那么它跟领土不完全相对应 这句话特别重要啊 所以如果我说 内政指的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 这没有问题 对吧 但我如果说 内政指的是一国领土范围内的事项 那就怎么样了 哎 那就错了 所以你就要注意两个反例啊 第一 在自己领土上发生的 不一定都是内政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我说 有一个国家的核工厂爆炸了 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核泄漏 然后呢 它把自己国家的核流污染了 因为核流跟核流是相同的 周边国家的核流 它也一起污染了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跨国核流污染 对吧 那这个时候还是不是你的内政了 那你就要注意 虽然在你的领土上发生 但已经不是你的内政了 为啥 因为你招架不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他国家就可以和你一起来治理这个被污染的河流 这就是第一个反例啊 在自己领土上发生的 不一定都是自己的内政 第二个反例 不在自己领土上发生的 也不一定都不是自己的内政 对吧 比如说我们习近平主席 假如说 到意大利去访问了 在意大利领土上呢 跟这个意大利的总理啊 就双方共建一带一路 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 对吧 虽然这个谅解备忘录 是在意大利领土上签的 请问大家 这还是不是中国的内政啊 哎 还是中国的内政 为什么 因为虽然不在中国的领土上发生 但还是我们主权范围内的事项 了解我的意思吧 这就是第二个反例啊 不在自己领土上发生的 也不一定都不是内政 所以请大家注意啊 内政指的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 跟主权范围对应 但跟领土不完全相对应 好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考点 叫内政的范围 第二 记住 干涉内政的主体 它必须是什么 国际法的主体 才构成干涉内政的主体 什么是国际法的主体 刚才我说过 叫一基本两特殊 这才是国际法的主体 对吧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我说 美国有一个自然人 在美国散布谣言 企图颠覆我们中国的政党制度 请问 这够不构成干涉我们中国内政啊 哎 不构成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个个人行为 但我假如说 美国这个自然的行为 经过美国议会 立了一个法案 这够不够干涉我们中国内政啊 这个时候就构成了 因为它已经上升为国家行为了 好所以第二个考点呢 就是干涉内政的主体啊 它必须是国际法的主体 才构成干涉内政的主体 下面我们进入第三项 基本原则叫 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呢 要注意啊 合法使用武力 仅限于以下两种方式 仅限于以下两种方式 也就是说 只能在以下两种方式之下 才能使用武力 其他都不可以 那两种呢 第一种叫 行使自卫权的时候 那么这个自卫啊 其实就跟大家 刑法当中所学的 那个正当防卫是差不多的 它满足一定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 第一 必须是针对 正在遭受的攻击 对吧 它不能是一个预防行为 必须是针对 正在遭受的攻击 第二要注意两性 必要性和相衬性 也就是你不能过度 是吧 必要性和相衬性 好 这是第一种使用武力的方式 第二呢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记住 联合国安理会是目前唯一有权授权使用武力的机构 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 这是第二个使用武力的这个方式啊 就仅限于这两种情况 其他都不可以用武力 好 这是第三项基本原则 下面我们看第四项原则呢 叫民族自决原则 那么民族自决原则里面有一个独立权 这里的独立权大家特别要注意 它只适用于什么 殖民统治之下的民族 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 你才能够用民族自决原则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国内也有什么藏独分子啊 僵独分子啊 那这个你能不能用民族自决原则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呢 不可以 所以要注意啊 民族自决原则不能成为民族分裂分子 分裂国家的借口和依据 所以不能打着这个民族自决原则的旗号啊 去这个进行民族分裂 所以这个原则不能成为民族分裂分子 分裂国家的借口和依据 好 第四项原则我就说到这儿 那么第五项原则呢 叫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这个原则当中的重点就是 此处的争端 仅限于国家之间的争端啊 就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争端 必须采用和平的方式 但是一国可不可以用武力来解决国内的事项呢 可以 但也不可以违背现有的国际强行法规则 所以这里的争端指的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争端 必须采用和平的方式 好 这是第五项基本原则 最后一个就非常简单了 叫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 这个原则呢 就是讲啊 你加入的条约必须遵守啊 习惯一般法律原则要信守就可以了 一共是六项基本原则 考点其实主要集中在中间四项原则当中 考哪些点 我刚才已经详细阐述过了 希望同学们能够全面的领会啊 那么最后呢 在国际法基本原则当中 我们再讲一个叫国家行使保护的责任 那这个概念呢 是2012年的时候 当时的司法部指定教材是三大本啊 就三大本新增的一个概念 但增加了以后一直没有考过 所以我们三国因为每一年啊 书籍和大纲变化不是非常的大 那么万一有增加的调整的 没有考过的之后呢 大家都是要关注并且要知道的 那为什么2012年 把这个国家行使保护责任 写到了书上呢 那就是因为2012年 有一个热点问题涉及什么呢 就是我们国际社会有一些 国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动乱 比如说利比亚动乱呀 叙利亚动乱啊 然后以美国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就说了 你看你这个国内 已经乱成了这个样子了 对吧 你已经不能治理自己的国家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不能看着你自甘堕落啊 我来替你治理你的国家 这就是什么 国家行使保护的责任啊 那么国家行使保护责任 大家可以看出来 哎 调子唱得很高 对吧 但对不起 一旦跨越一步就构成了什么 干涉内政 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呢 就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啊 当时2012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国际法年会是在西北政法大学开的 第一本论文里面四分之三都是在写保护责任 所以当年司法部指定教材也把它写进去了 但写进去以后呢 有的话并不构成考点的 我们一带而过啊 比如说第一他说 保护责任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讨论 这没有考点 对吧 主张国际社会对失败国家应采取对应行动 这也没有考点 第三 基于保护责任 论述中概念依据规则程序方式机构机制等方面未能达成一致 争论将继续啊 这也没有考点 第四句话就特别特别重要了 叫保护责任不能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和依据啊 所以这个保护责任他可能单独考 也可能跟什么呢 不干涉内政原则搭起来来考你 那你就要注意 他不能成为一种新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和依据 不能为干涉他国内政提供合法的这个借口 对吧 所以单纯考这一句话的话 可能不构成一个考题啊 考点太单一了 所以我在这呢 又给大家补充了四点 这四点呢 也是没有争议的 所以你呢 就要把这四点啊 有一个了解 有一个印象即可啊 那四点呢 第一 对本国公民的保护责任 首先是本国政府 他强调一个先后顺序 就是我行 不要你管 对吧 首先是本国政府 第二 保护责任仅限于四种严重的国际罪行 也就是说 只有在这四种严重的国际罪行之下 你才可以用保护责任 那四种呢 灭绝种族 战争罪 族裔清洗罪 危害人类罪 就这四种严重的国际罪行才可以啊 你比如说 一国国内出现了什么烧杀抢劫呀 你能不能用保护责任啊 不可以啊 只有这四种严重的国际罪行才可以 第三 本国政府不愿或不能行使保护权 方可适用 这和第一点搭起来 有个先后顺序 对吧 好 最后 涉及使用武力或强力 必须要什么 安安理会授权 好 保护责任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下面我们来做一道真题 这道题呢 也是四川地震灾区的一道题啊 这道题也是题杆比较长 我们来看一下题 2001年 贾国新政府上台后 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 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 以国议会通过议案 谴责贾国的政策 并要求以国政府采取措施 支持贾国的和平反政府运动 同时以国记者栏模 也撰写了措辞严厉的批评贾国政策的文章 在禀国报纸上发表 贾国的邻国丁国 暗自支持贾国的反政府武装活动 根据上述情况和国际法相关规则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我们来做一下 也是同学们可能看完这个挺长的题杆 不知道他考什么就不要再看了 我们来看选项 A说 以国记者的行为 涉嫌违反国际法 对不对啊 这个常识都可以判断他是错的 因为记者主要就是做这些事情啊 所以记者 而且他是一个个人行为 并不构成国家行为 所以他不构成干涉内政 所以涉嫌违反国际法 这错了 A选项错了 B选项 以国议会的法案 一旦被执行 则涉嫌违反国际法 这就正确了 因为议会的法案 一旦被执行 这就上升为是国家行为了 所以B选项正确 C 秉国行为涉嫌违反国际法 好看一下题杆当中啊 秉国做了什么事情呢 秉国做了什么事情 看 这个以国记者 撰写了措辞严厉的批评 假国政策的文章 在秉国报纸上发表 也就是说 秉国报纸发表了 以国记者的这个文章 对吧 这唯不违反国际法 不违反 报纸发表嘛 这也是它的自由啊 你像有的国家 有的地区啊 比如说我们中国香港地区的报纸 就很热闹 很好看 对吧 那这涉不涉嫌违反国际法呢 不涉嫌 所以C 它也错误 D 丁国行为不涉嫌违反国际法 那我们看看丁国干什么 甲国的邻国 丁国 暗自支持 甲国反政府武装的活动 就是说 一个国家 暗自支持另外一个国家的 反政府武装活动 这显然构成了什么 干涉内政啊 当然涉嫌违反国际法 这也是一个国家行为 所以递选项 错了 本题的正确答案呢 递递选项 好了 这是关于国际法 基本原则的一道题啊 好 到这个地方为止呢 我们专题一的 所有的考点就讲完了 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专题一 一共涉及三块内容 第一呢 是国际法渊源 第二呢 是条约在国内的适用 第三是国际法基本原则 那么这三块内容 第一块啊 国际法渊源 它是一个基础知识 不管当年考还是不考 你都得掌握的 因为你学国际法 你总得知道 国际法有哪些表现形式 对吧 好 这是一个基础知识 第二呢 条约在国内的适用 这里有一个空白点 就是条约在国内的平行适用 是一个从来没有考过的空白点 第三 国际法基本原则 是一个热点问题 需要大家掌握 好了 我们专题到此结束